日本很多工匠一生只专注做一件事 他们追求完美崇尚极致 这次为大家解说一部只有三集的冷门高分日剧奇迹酿酒人 伊藤是位银行白领 表面光鲜亮丽却经常遭上司刁难 事业也不见起色 老妈又得了绝症最多能活三个月 家里酒肠已经没钱没戏 如果卖掉的话应该能还债 对于没能留下家产始终愧疚于心 虽然还有个可爱闺女 但和妻子已经分居半年 看来离婚只是时间问题 人到中年一事无成 我的很失败 没过多久老妈离世 等卖掉小酒厂打算去北海道生活 设备和工具保护的都很好 找人接盘问题应该不大 老爸是个酿酒大师 随着时代变迁 手工酒房迟早被淘汰 当年酿造过一款清酒 能闻到一股哈密瓜的清香 老爸让伊藤绝对不能忘记这个味道 看着老照片恍如隔日 突然心中产生一股冲动 为什么自己不能重振酒厂呢 第二天向银行辞职拿到一笔遣散费 有了启动资金自然要寻找人脉 酒厂协会会长帮忙引荐家和酒厂的老张 这人表面毕恭毕敬 实际上根本瞧不起没落小作坊 从业35年拿到过29次大奖 背后貌似有高人老郑相助 还假惺惺让年轻人多努力 伊藤尝试一口他家清酒 细腻清领的口感 像喝到山泉水那般清雅绵软 嘴里弥漫了一股不可思议的米香 难道这就是能完美掌控发酵技术的酿酒师吗 老郑没有高学历 全凭自学成才 之前和家贺老当家齐心协力 给昭和时代臣服不堪的清酒带来新生 不过现在已经隐退 两人正好擦身而过 伊藤一看 那瓶酒售价一万五有些吃惊 于是下定决心登门拜访 没有磕套废话 直接开门见山 第一次喝到那样的好酒 甚是感动 突然磕头认爹 您愿意做我们学饮女酒放酿酒师吗 老郑身体不太好 委婉拒绝 很早就听说你们家清酒品质不咋地 再说了凭借一腔热血 根本酿不出好酒 回去思绪万千 没有好酿酒师说什么都白搭 几天后再次厚着脸皮拜访 请求品尝自家珍藏大银酿 再下结论也不迟 侄子小木想在酒厂打工 听医生说 他有轻度焦虑症 没人愿意雇用 说话也不太利索的样子 但妻的茶非常好喝 现在正是确认之际 那就过来呗 反正小酒厂不用跟别人打交道 这天请银行朋友贷款 由于多年亏损 人家一分不想借 不过要是能请到老郑就没问题 毕竟品牌价值不可限量 老郑身体不太好 定期去医院检查 吃饭的时候 妻子说伊藤刚才来过 这次下了血板 带来一瓶纯米大银酿 用一吨白米酿造 酒精添加量在120升以内 正常来说应该不差 稍微浅尝一口 还是那么无趣 但多了一种令人怀念的味道 结婚时喝的就是这款 看来那小子还是有点东西 老郑人送外号饿鬼 儿子自杀当天 也没有停止酿酒 一直梦想打造出一款 本地极品大银酿 但老东家不允许 这也许就是上天的安排 那就陪那小子赌一把 第二天来到伊藤小酒厂 喝了一口泉水 有种气人心脾的感觉 但有个缺点 过于干净通透 需要细心下料才行 酒房也没有以前酒母的味道 怪不得大不如以前 你爹酿酒的香气 老子一辈子无法忘怀 由于身体因素 无论成败只在这里一年 如果愿意 那就赶紧召集个陆大神 说完转身就走 伊藤开始招兵买马 钱酿酒师 听说在别人手下打工 肯定不愿意 但他这些年 自吞很多钱成为把柄 如果愿意认真 为自己效力的话 咱们一笔勾销 钱东家老张小肚鸡肠 不理解为什么那个老头 要加入一个小作坊 于是下令清酒协会 不准任何人应聘 不忘嘲讽伊藤 没人能驾驭老郑那个恶鬼 既然准备酿酒 到时候就鄙视一番 清酒世界还没听说过 靠模仿成功的产品 伊藤遇到个小麻烦 应聘者全都没什么经验 老郑觉得这不算大问题 只要他们乖乖听话就行 第一位应聘者小家是位品酒师 现在对清酒酿造非常感兴趣 第二位厨师小田 遭老板开除 第三位流浪汉边吃边哭 走过鬼门关的人 内心必定强大 最后加上侄子小木 组成一个五人团队 清酒的生命在于米 如何洗米蒸米 还有做酒母 需要长年累月才能学会 但大家必须在两周内掌握 老郑表示要对自己绝对服从 启动资金最少需要三千万 小木开始写日记 渐渐融入这个新家庭 在工匠们到来前打扫干净 酿酒前肯定要找水 自家泉水一直沿用至今 山下的地下水取之不尽 用之不绝 老郑表示水源不错 但还不够好 酒的生命在于米跟水 顶级纯米大营养 不使用酒精 只用米 米区河水进行长期低温发酵 非常考验酿酒人技术 打算用石川线大米 水和酵母也必须同产地 这样才能酿造出 纯度百分百的石川清酒 硬性指标绝不妥协 但很不容易入手 因为老郑和地主五郎有矛盾 能不能买到全靠造化 五郎看伊藤是老郑人马 一脸不爽 伊藤投其所好 安排个雪茄助助性 五郎放下戒心说了实话 老郑为了酿出 梦寐以求的好酒不择手段 你小心被吃的骨头都不剩 结果还是不卖 除非那恶鬼亲自过来认爹 两人到底有什么过节还不清楚 银行按时发放贷款 但不同意全额只给三分之二 让你起死回生 但必须饿肚子 因为充足的资金 会让人松懈懒散 如果酒厂在下一个决算期 还没好转 当即停贷收回抵押物 妻子听说为钱烦恼也没办法 不忘像闺女科普 每个酒厂都希望得到毫米 他们会死掐到底 老郑吃不下饭 也不知道顺不顺利 新老板没钱是个大问题 可一旦吃饭就意味着要付诸行动 小木尽力做到最好 还要陪表哥解忧 一腾打算变卖家产 私藏的好酒差不多值三百万 汽车也差不多这个数 为了酿出好酒 什么都愿意做 然而钱还是不够 如果没有米就打不了这场战役 再次前往北川县 一腾认识到这里的水 确实比自家好喝 用同一种水浇灌出来的米酿酒 再合适不过 老郑五郎见面就恰 如果老子酿不出几品美酒死不瞑目 求亲爹全都卖给我们吧 五郎像小孩一样感到舒爽 据说有四五家酒厂都想要 暂时还没给他们答复 那帮蠢货根本不配利用老子最高杰作 所以能卖了吗 回答必须搭配这里的水才行 尺川大米磨掉50% 依然颗粒饱满 也叫做精米布和50% 大量抛光后仅剩中心淀粉 还可以让清酒口感达到最佳 并具有香蕉或苹果香味 就现在来说 50%已经足够奢侈 喜欢喝清酒的大哥大姐应该都懂 但想要酿大一酿 这米还差点意思 日本特别讲究糙米精白度 精白后吸水快容易蒸熟 更能提高品质 而山田井大米就算磨掉30% 依然坚挺不碎 史川米达不到那种品质 一腾脑瓜子嗡嗡响想 作为外行人 咱们先算价格行吗 从表情判断不便宜 后期还会购入山田井大米 老郑拿出杀手锏卖老婆 五郎一直暗恋自己妻子 老头是个恋爱脑遭秒杀 能和女神一起吃饭 亏本都愿意 老郑果然如传说般是只恶鬼 两个老头因此才互相结仇 一腾被这顿操作所折服 还有一台神器必须购置 高端精米机 可以做到三次元精确测算米粒体积 然后通过电脑操控精准研磨每一颗 刀头采用天然金刚石 算上优惠 也需要好几千万 那还是买个二手货吧 转天酒厂被迫卖掉一块土地 这一切全被小木写进预计 清洗酿造工具必须用泉水 本酿造用七号酵母 大银酿用十四号 汽车二百五十万转手真心疼 精米机终于到货 经过一粒粒反复研磨 才能去除杂味 精米不合达到35% 需要耗时48小时 毫不夸张地说老郑把机器当亲儿子看待 酒厂渐渐步入正轨 新人开始上班 11月1号为期五个月的酿酒工作正式开始 五郎亲自押送宝贝上门 赶紧给老子掏钱 同一时间老张也开始酿酒 记者问能赢老郑吗 有没有改变酿酒方真的打算呢 回答稳如老狗 他们那种小作坊不成气候 其实内心无比慌乱 12月1号放音乐给大米厅 这样会让他们变得更加香醇 精米过程中表面会残留一些米汤 需要人工清洗 研磨过的米瞬间吸入水分 酿造师提出质疑遭打脸 老郑让他玩蛋去 以后全部人工手洗 对新人来说是种很好的锻炼 今年要制作三种酒 以产量大的本酿造为主力产品 一旦失败 没有任何翻身机会原地倒闭 衡量洗米 渗进的水很复杂 浸泡不够 需要再次补足 水温必须保持12度 浸泡一小时8分钟多一秒都不行 完成吸水工序 让米能够蒸得松软 去煤菌便能更轻松进入 然后放一碗自然干燥 老郑不忘告诉员工 放一月并不能提高大米感知 决定酒的好坏只有你我 仅仅一天就用手洗了200公斤 强度之高令人炸舌 一般人根本扛不住 虽然辛苦 但能学到不少东西 小家对酿酒越来越感兴趣 流浪汉哭哭啼啼 能在这里生活真棒 感谢大家把自己当人看 12月2日工作强度并没有下降 小木出现斑突迹象 老谷最近每天晚上醉熏熏 不让抽烟还打人 小田想起高中经常欺负小木 气氛突然有点尴尬 12月3号将浸泡过的米放入巨大容器蒸制 酿酒师老谷自尊心受伤 还前辞职 等温度降到35.8度 立刻将蒸好的米运送到30度的九亩式 小木出现 35.8度 12月5日寒冬腊月 老郑让全员脱光亮酒 流浪汉早已习惯 小佳也想参加 但没准备他的衣服 话说穿泳衣行不行呢 肯定不行呗 开始前所有人屏住呼吸 在蒸米上撒上陈年屈重霉菌 然后用手不停地搅动酒米 12月7号 本酿造之躯环节告一段落 伊藤给员工放半天假 小田带流浪汉去外面吃饭 老谷跳槽到老张那里 希望两人能跟着自己干 工作少赚得多 然而却被小田骂一顿 老子不想再逃避 小酒厂虽然待遇不怎么样 但却很有人情味 流浪汉果断开启喷射模式 你真是猪狗不如 掏出所有硬币不忘结账 次日两个人像伊藤坦白挖人事件 得知老张在背后搞鬼彻底暴怒 来到他家酒厂直言不讳 还记得老子是谁吗 你个王八蛋最好小心点 以后不许再打那些年轻工匠主意 希望有一天能给个合理解释 本酿造的酒去培育很顺利 老张问小木有什么味道 回答栗子的香气 思绪回到多年以前 老张对儿子极为严格 殊不知孩子患有焦虑症 最终导致自杀身亡 12月10号制作酒母开始 员工按照要求稳扎稳打 完成本酿造鸭绿炉作业 口感清爽米香浓烈 大家对结果超级满意 从明天起休息两天 老张身体有点扛不住 次日带着妻子来目的计谅儿子 后悔当年没好好沟通 1月17号 纯米大营酿作业开始 员工继续重复同样工序 从洗米到蒸米一气喝成 不同之处 在于小家换上永衣加入 伊藤约各大老板见面 品尝本酿造后 说出两个字好酒 入口清液甘甜真过瘾 不愧出自恶鬼之手 这绝对能大卖 有人出价一升2700日元 另一位给2800要5000平 第三位也要追加7000 晚上小家发烧 明天就要开始制作酒母 大营酿用的是14号酵母 饮出酒米本身的香味成为重点 初期阶段要格外小心 生成酒母需要两周 这就是长拉剧战 不知中途会出什么状况 酿造水20升 跟3公斤酒区混合 为了不让酒区沉睡 同时让酵母充分活动 还要放入相同温度的暖水瓶 慢慢转动协助降温 期间全部人工操作 不可放过任何一个细微变化 等一切结束 必须保持在10度左右 小家高烧持续不退 连夜送往医院 1月21号 酒母降到8度 流浪汉现在非常幸福 要是早点来这里 或许就不会和家人分开 也不会沦为流浪汉 受强寒流影响 酒母短暂升到10度 又突然降至9度 小木感觉不对劲 赶紧平衡温度 结果闯下滔天大祸 温度骤变 很可能会杀死酒母中的霉菌 何やこの様 こんな所で泣いてればいいかよ 早く蔵に戻れ 必死で元を助けようとしてる 赤紧平衡温度管理をしくじった 赤紧平衡温度を上げたが 元の具合がおかしいと思ったからやな 温度計に勝るもの差しや 元はまだ死んどらん 大丈夫や クリスルぐらいの生命力や 公母の相性が良すぎたんかもしれん 好事多魔 女儿放寒假 过来玩几天 九母变成青苹果香 老郑亮酒58年 第一次见到这么神奇的九母 从今天起开始治牢 完成后转移到大型发酵罐中混合 期间需要不停搅拌 并抑制杂菌繁衍 等一切结束后 必须保持在10度左右 再经过三天低温发酵 3月1号 伊藤准备将大银酿定价1万 老郑坚决不同意 唇米大银酿卖1万 简直坑人 还是等成品出来再做讨论 如果能酿出好酒 老夫愿意被恶鬼吞噬 几天后开始装袋上槽 袋子会挂在葱木上方 纯粹酒液会慢慢滴落 至此清酒之王大银酿完成 老郑尝一口不舍的吐出来 好喝程度 无法用言语形容 伊藤入口瞬间露出必胜笑容 为了给所有人一个交代 决定参加全国品酒大会 在千品酒中 评委根据口感风味和酸度 推选出金奖 虽然老张家获得过29次第一 但全是老正在背后操刀 也是这个原因 才会被业内称为恶鬼酿酒师 然而金奖中却没有我方 主席再次开口 有一款清酒实在与众不同 入口侵略暗藏甘甜 丰富多变的口感 让人根本停不下来 一瞬间以为见证了一款新名酒诞生 转念一想 酿制过程中可能存在某种失误 很遗憾 无缘大奖 话又说回来 还想再喝一杯 中间有没有人搞鬼不得而知 庆功会上老郑表示 我们的酒果然是最棒的 伊藤为之前定价也是磕头认错 今天看到那些排队来喝我们酒的人 深刻体会到一句话 真正的好酒 必须要每个人都喝得起 接受批发商定价 全是出自私心 一心想着还清贷款 忘记本质 所以明年 我们还能一起合作吗 お願いします 上げてください 最後に 夢見させてもらいました 体力が尽きた この5ヶ月 幸せやった 大きに 杯を一つ 貸してくれないか 私には 飲む権利がない 飲んでほしいんだ この1年で 俺がどう変わったのか その答えが 酒の中にある 正社員の蔵人として 板前の修行をやり直すそうだ 秋までフランスのワイナリーに研修に行き 静岡で暮らす 家族の元へ戻って また蔵に戻ってくると約束して 家族の前で降りればよかった なんか歩いていきたかったの 変なの なんて言えばいいかな ただいまっていいんじゃない お長い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